南医书局国语依下 语文天地一 写字的顺序 照着小仙子的咒语 就可以把字写好哦 先写上面的里 再写下面的日 先写左边的土 再写右边的皮 先写外面的门 再写里面的口 先写快 再写错 阅读小秘籍 找出文中的你我他 找出文章中的你我他 代表的是谁 可以帮助你读懂文章哦 山坡上的花朵 忙着布置会场入口 小河在山上哗啦哗啦 小鸟在林间 吱吱喳喳 他们要开一场山中音乐会 这里的他们 是指前面出现过的花朵 小河小河小鸟 风呼呼呼的跑过来说 我也要 我也要加入山中音乐会 句子里的我 是指说这句话的风 认识标点符号 句号 甜甜圈圆又圆 说完一句话 画个甜甜圈 我也要加入山中音乐会 蚂蚁最喜欢甜甜的糖果 哥哥送给我一架纸飞机 豆号 小蝌蚪 尾巴长 话还没说完 暂时停一下 山坡上的花朵 忙着布置会场入口 小狗摇摇尾巴 好像在和我打招呼 我想坐在白云上 请风带我去旅行 阅读列车 一 雷公公爱拍照 刘正盛 雷公公爱拍照 在下雨的晚上 美光灯闪个不停 照好了 他高兴地大叫 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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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照片洗出来了 山清清的 草绿绿的 花儿蒸着上镜头 小朋友 小朋友也一脸笑容 学习小知识 美光灯又称闪光灯 照相时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用来增加亮度的设备 早期的闪光灯使用美 作为主要材料 因此称作美光灯 亲爱的小朋友 谢谢你用心预习本单元 我们周六见